大家好,我是Remi 最近深圳真的超熱 很多人都說各大商場都不夠冷氣 所以這次我們去了東門老街吃買玩 這裡其實很多地方都冷氣充足 首先我們吃了一間新開的網紅茶樓飲茶 然後去了新開幕的東門眼鏡城 發現其中一間眼鏡店 做最便宜的79元防藍光眼鏡 還有買一送一優惠 又入了東門丁歡樂城 一邊彈冷氣一邊看看有什麼玩 最後我還介紹了三間東門掃街小食 全部都是35元以下 如果你想看更多不常玩樂資訊 記得follow我們香港另一頻道 還有希望大家可以like和share 之前我Remi拍多些片給大家看 多謝大家 東門老街這裡一向就多香港人 因為這裡近口岸 又多東西吃又多東西看 羅湖口岸搭兩個站就到老街站 D出口就是東門老街 首先帶大家去網紅茶樓 吃點心飲茶 如果在老街站走過來 經過這個圓環形天橋 見到這個黃牛肉招牌 再下扶手電梯向前走一點就到了 這間儲香樓去年年尾才開張 裝修得多漂亮 又有幾款特色點心 在香港吃不到的 還在小紅書上人氣很高 我們上到二樓冷氣都幾夠 比起很多商場裡面的食店良好多 店員還會幫忙洗杯沖茶服務都幾周到 給大家很快看一張點心紙 一龍點心就二十多三十元左右 價錢就不算特別便宜 不過我們點了六款點心 款款賣相都很精緻 最吸精就是這龍藍蝶花椒帶子餃 咬開就不見夠帶子了 不過可能跟蝦混在一起 還有一點點菜心粒 蝶豆花本身沒有味 不過純粹在顏色上真的很搶眼 還有一張是羹蔥馬膠魚包 整個包都是綠色的 綠色那層包其實沒有什麼味 做法有點像生煎包 魚肉餡其實咬下去是挺有鮮味的 我們還可以夾上蔥一起吃 加了蔥就會多了一種羹蔥的甜味 吃起來也挺特別的 我覺得最好吃的就是這個海膽鮮蝦紅米腸 它層外皮薄薄的一層 然後包著香脆的炸網皮 中間還有些鮮蝦餡 口感上就很豐富又有野味 小籠包 蒸排骨 馬蹄膏 這幾款泥牌點心都不錯 就吃下去不過不失了 這個網紅水牛奶包挺有趣 可以打開包插支吸管進去喝點奶 嗯 奶很甜 超甜 而且內層的麵包 比甜的牛奶浸軟了 其實也挺好吃 同時也保留了菠蘿包的特色 整體來說我覺得這裡的點心挺有水準 而且裝修很有特色 適合打卡 最重要是冷氣夠坐得舒服 如果大家有東門飲茶好介紹 都歡迎留言分享一下 來得東門逛街 不少人的目的都是配上眼鏡 最近有個東門眼鏡城開幕 很近老街站出口 進入下個環節之前提提大家 香港01號食玩菲頻道 有很多深圳酒店住宿介紹 最重要是有chip.com的獨家優惠碼 無論是訂深圳還是日本酒店 都可以省5% 連結我就放在資訊欄 精打細算的你不要錯過 如果在地鐵直接來東門眼鏡城 其實都很近 一樣是D出口出 在商場地庫上一層來到地面 一出商場就看到東門眼鏡城 這個粉紅色廣告牌下面就是電梯入口 入到去搭升降機按四樓 我們出到四樓來到東門眼鏡城 其實這裡全層有很多眼鏡店 這裡四通八達 你看到有很多條路分叉 每條路都會有眼鏡店 好 這裡有好幾層的 你看到下面有些樓層都還在裝修 裝修完之後 這裡會更多眼鏡店可以選擇 這裡冷氣冷過很多大商場 在外面走到很熱 進來過冷河就適合了 這次上來我的目標是配附近視鏡 最後選了這間自託眼鏡 因為看著幾個香港將者很多疑問 職員都有問必答 進來店員已經很貼心地給了一支水給我 價錢方面都非常吸引 太金屬的鏡框 加這個1.56防藍光鏡片 現在是有搞活動 是199元的 如果有些人倒數會比較高一點 如果倒數高的話 你可以考慮配一個薄一點1.6 1.6防藍光加上鏡框 一套是238萬套餐 店長知道我們在香港01之後 臨時決定加多個優惠 79元配1.56防藍光眼鏡 再送你一副指定太陽眼鏡 如果是日本Hoya防藍光眼鏡 就298元 未知優惠做到什麼時候 大家看到這條片就趕快上去吧 我這裡買完什麼時候可以拿 我們大部分都是半小時左右就可以拿 除非部分客人的度數會比較高 要訂製的就要大概7天到 但不要緊的 如果你們過不了來的話 我們可以包遊來到香港給你們 我的同事有老花 問了漸進鏡價錢也很划算 現在它有遠市或者近市 然後還有老花 你可以配那個漸進 如果配漸進的話 我們是配漸進比較好的系列 1.56的漸進鏡片 加上鏡框一套是399元 是一個舒適版的 一個舒適版如果要變色的話 就是499元一套 這套餐的話 就你入館那小時左右就可以即時拿 漸進鏡也可以這麼快拿到 對 都是可以即時拿到的 但是有些人度數太高就要訂製 訂製的話就大概要一個星期 店長說全場大約有3000副眼鏡 有很多款式可以選 兒童眼鏡和太陽眼鏡都有 我最終就選了一副近視鏡 同時就選了一副漸進鏡 跟著我們就去驗眼 職員很細心地跟我做了很多測試 最後選了鏡片就可以落訂 這裡除了國產鏡片 還有很多知名品牌鏡片可以選 店內還放了一些專業證書和授權書 全程其實我們都問了很多問題 店員都很有耐性地解答 我們出去走一個圈回來 真的大約半小時就有得拿 拿到眼鏡了 那就試一下鬆軟 店員都幫我調整了幾次 我副防藍光近視鏡 埋單238元 另一副防藍光漸進鏡就399元 這間自託眼鏡現在還在做港人優惠 只要配眼鏡就送一副太陽眼鏡 優惠價79元的眼鏡都可以送太陽眼鏡 真的抵到不知道怎麼說好 我回到香港都馬上通知了其他同事 再推介另外一個有得炭冷氣的好地方 東門町歡樂城 東門町歡樂城 一進來就看到這個彈彈蟲 已經看到小朋友在裡面跳 這裡連地上有五層有不同的遊樂設施 給大人小朋友玩 沒有入場費看適合才付錢 適合炭冷氣降溫 東門町歡樂城 單是室內賽車場都有三個 五層這個給小朋友玩 四層就給大朋友玩 一百二十八人民幣玩十分鐘 看起來都頗快 哇! 就這樣跌下來 三樓還有越野車 可以親自一起坐 賽車對我來說就太刺激了 射箭好像好玩些 九十八人民幣可以玩半小時 開始之前有工作人員介紹怎樣玩 看人射箭以為不難 但原來也不容易 首先要夠力拉弓和保持穩定 尤其是放手那一刻 射了幾十箭之後 我現在是不是似無似樣呢? 紅色 今天的目標是要挑戰 種一次黃色紅心 經過不斷嘗試 最後果然種了一次黃色 不過玩半小時就已經累死了 很累啊 真的很累啊 我想說 如果怕辛苦 可以進去寵物cafe 親親貓狗 很胖 為什麼牠這麼胖 牠想走出來 其實中間這裡還有很多極限運動可以玩 不過拍攝那天是平日 一些人多 不見有人 地下兩層主要都是遊戲機 以及夾娃娃 大人小朋友都喜歡玩 走近一個圈 人都涼了 又可以繼續出東門逛街了 介紹完炭冷氣的地方 說說我這次上來吃了什麼 第一間是紀錄餘生車輪餅 有很多口味可以選 價錢8元起 我們點了一個鹹蛋肉鬆香糊 和榴槤味 全部都是即叫即制 夠新鮮 我極力推薦這個鹹蛋肉鬆香糊味 那些糊泥是微甜溫熱的 再配上有鹹蛋泥的肉鬆 充滿著鹹蛋香 和質地沙沙的 真心正的 我同時吃完芝士榴槤味 就說一般般 不算太突出 第二間就是小美太忙了綿綿冰 逛了整天這麼熱 吃凍東西 見到有很多甜品小食可以選 我們點了招牌芒果冰 有一大碗很有奶味的雪花冰 還有芒果很甜 一點都不酸 這個份量兩個人分一碗都夠 第三間是蘇大興 在太陽百貨裡面 我很快地拍些糕點給大家看看 這間就很適合來做手信 我們都選了合20元的肉鬆一口鬆 買回公司給同事試試看 裝起了一袋就很方便拿回香港了 今天我們在東門老街的行程真的很豐富 去了喝茶 又在自託眼鏡配了兩副眼鏡 去了東門丁寬樂城玩了轉 還介紹了三間小食店 如果你都有東門吃鶴玩樂好推介 歡迎留言告訴我 等我去試試看 我們下集見 拜拜